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首度开庭 昨天四位被害人的家属都出席旁听 而被告郑杰虽然是当庭认罪 但是始终面无表情 家属认为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回忆 上午九点左右身穿黑色Polo衫的郑杰 上球车到新北地院 新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审理郑杰 随机杀人案 这起案件造成四个人死亡 二十二个人受伤 四位死者家属全都亲自到庭 要听郑杰怎么说 今天就是接到这个法院的通知 那就想来看看这个 他在法庭上要怎么来 他看怎么用说辞来脱罪 我相信说这个检察官求除他的死刑 这是应该是符合社会大众的想法 由于在庭上 郑杰的辩护律师向法院要求给律师三个月时间 准备再开庭 让检方无法苟同 也引发旁听的家属与伤者不满 每次开庭要什么三个月准备时间 那个我完全听不下去 犯罪事实那么明确还要准备什么 你要帮他辩护什么 而且那个家伙也已经明确坦诚说 他的犯罪事实了 那为什么还需要帮他做一些辩护呢 法官也表示北极案是属于社会瞩目案件 应该速审速结 在庭上法官也问郑杰是否看过起诉书 郑杰简短回答有 问他认罪吗 郑杰答我认罪 但问到起诉书上说过的内容是否属实 他则请律师回答 冷漠的态度也令死者家属很生气 非常非常的生气 可是看到他在法庭的样子态度 另外辩护律师也质疑精神鉴定报告有瑕疵 并主张不要公开勘验车厢内行踪时的录影画面 但被害人家属当庭表明希望参与勘验影片 法官评议后裁定精神鉴定报告 具有证据能力 但是否要公开勘验影片将另行评议 记者选辞应累习新北市报道